各位菩萨,大家早安!阿弥陀佛! 我们今天来学习,生死有味当合一,是唯摩杰所说心观众生品第七 唯摩杰经,又敬明经,就是为清静你我起心动念,一切的明言影像而说的经典 当你我的起心动念都完全清静了,那是不是你的八世田中寒场这些染污的种子变少了或没有了 那我们起转世现前,像意识有五十一个新手法,左手五片形,右手五别镜,胸部三十一 还有一肚子的坏水,三十个环脑脏,这些都没有了,那我们的起心动念是不是就比较清静了 所以就称为静明经,净化我们的起心动念的明言 文殊师利菩萨带我们众生向唯摩杰老居士请问,经文如下 文殊师利又问,生死有味菩萨当何所依? 唯摩杰远,菩萨于生死未终,当依如来功德之力 文殊师利又问,菩萨欲依如来功德之力,当与何处? 答曰,菩萨欲依如来功德力者,当驻度托一切众生 又问,欲度众生当何所处啊?答曰,欲度众生处起烦恼 又问,欲处烦恼当何所行?答曰,当行正念 如此,依着这样而画了下面这张图 生死有为当何依靠啊?依当依如来的功德力 你想要依如来的功德力,要跟如来的愿望一样啊 要当恶,当度托众友情,就是如来的愿力 想要度托众友情,要除掉众生的烦恼心 三,当除众生烦恼心 想要除众生的烦恼心,要请众生什么?学习正知正见 所以第四,当行正念正知行 什么是正知正见啊?当行不生不灭行 不生不灭行是无漏法才永世都存在 所以第五,当行不生不灭行 安住在中道的空性心 什么是不生不灭行啊?是善法不灭,恶法不生 所以第六,不善不生,善不灭 善法恶法以什么为本啊?其恶法善法以身为本 那身是身体是从哪里来的啊?身体还有这个五蕴身心啊 身从欲贪或叶因 我们上这辈子的身体是从上辈子的欲贪或叶而引起的 那身体的欲贪或叶是以什么为本啊? 以虚妄颠倒的分别为主 那虚妄颠倒的分别,这些情子放在哪里啊? 虚妄分别颠倒的这些情子过去的种子放于无助心 所以无助为本,本利而倒身 所以一切法先利有一个人人本有的无助心体 那依着无助心体含长这些自信清净心 且含长染污的种子 依着这些染污的种子而变现出这些五蕴身 所以我们菩萨既然有这个五蕴身了,又要想修行 所以又要成就佛菩萨 所以当要依如来的功德力 那依如来的功德力,当注托众友情 包括自己的七转世的众生,与外面的众生 要除众生的烦恼心 就要告知他正知正现行 然后正知正见行是以不生不灭行为中道 然后接着就是不生不灭行 什么不生善不灭 是恶法不生善法不灭 恶法不生善法不灭 世事如此成长才最后能够成就无肉的有违法圆满 那我们众生的这个身体 身心的五蕴身从哪里来啊? 从过去的恶法 所以恶法善法身为本 所以你要造作恶法善法都是以身为本 那这个身体是从哪里来啊? 是从过去的 生从欲贪或业因 是过去造作的欲贪 以货业为因缘 那这些获叶的因缘又从哪里来呢? 由虚妄分别颠倒情 由我们六根对六臣 然后呢升起了前六事 又对这个境界一念无名升三系 境界为远长六出而来 所以那虚妄颠倒分别这些情指的种子 最后这个无表色又放到哪里去呢? 又放到无助心 所以必须立无助为本 本利而道生 所以人人都有一个自信清静的空性心 又成竹来葬心 所以无助为本 本利而道生 一切万法先依着这本人人都有的自信清静心 为本 所以无助为本 本利而道生 才能够依此而修行 接着我们来听歌曲 生死有位当何一 当一如来功德力 欲依如来当何助 当助度托众友情 欲度友情当何处 当出众生烦恼心 欲出烦恼当何行 当行正念正知行 正念正见如何行 当行不生不灭行 不善不生 善不灭 安住中道空性心 恶法善法 生为本 生从欲贪 获叶因 众生欲贪 赎为本 虚妄分别颠倒情 虚妄颠倒 赎为本 无助为本 本利而道生 生死有位当何一 当一如来功德力 欲依如来当何主 当主度托众众友情 欲度友情当何处 当出众生烦恼心 欲出烦恼当何心 当心成念正知心 当心成念正知心 文书菩萨 当心不生不灭心 当心不生不灭心 欲度友情当何处啊 当出众生的烦恼心 欲出烦恼当如何实行啊 当心正念正知心 正念正见不何心 当心不生不灭心 不山不生不灭心 不生不灭心 不灯心不灭心 书为本 谁往分别颠倒无情 那么本是释迦牟尼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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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依着经文而写成这些歌词 我们来一起学习 因为如来就是要救度众友情 所以你要依着他的愿力 当助度托众友情 那要度托众友情 当处友情的什么心啊 当处众生烦恼的心 那众生的烦恼心要怎么处啊 要先建立正知正见形 那什么是众生的烦恼心啊 那我们说从无助为本而立一切法 所以人人都有一个无助的心体 那无助的心体就是自信清净心切寒常染污的种子 那这些染污的种子就是众生的烦恼心 那众生的烦恼心称为无始无明 那无始无明终有一念无明 那一念无明又分为四注地无明 就是三界爱无明 见一处注地 欲界爱、色界爱、无色界爱 那把这些一念无明都灭除了 那就是成就四国阿罗汉 也能够处理了这些烦恼 我们称为无虞依涅槃 那都是依着本来自信清净涅槃 而施舍着四种涅槃 三国人以上的将为 还有身体做依靠 称为有余依涅槃 阿罗汉入涅槃 还只剩下一个真如的无助心体 还存在称为无余依涅槃 那只有佛才有第四种涅槃 称为无助处涅槃 所以烦恼还有一种烦恼 就是菩萨的上烦恼 属于菩萨的上烦恼 是属于锁之杖 我们这个图就是说阿罗汉依着身空真如 灭除了分别我之 还有巨生我之 可是呢 我们菩萨人也要学习解脱道 可是更要学习 烦恼障的菩萨上烦恼 把锁之障的烦恼也一起灭除 二道并行 依着法空真如而前进 直到成佛 所以才能够四种涅槃都聚足 所以欲渡有情当何处 当处众生的烦恼心 分为解脱道 依着身空真如而断除这一念无名 还有无始无名又成为尘沙或无名 菩萨要依着法空真如而灭除 赤地成长依着五十三参而前进 直到成佛地 所以当处众生的烦恼心 所以分为解脱道 还有活菩提道 欲处烦恼当何行啊 当怎么实行啊 当行正念正知行 所以正念正知行 就依着解脱道的身空真如 那菩萨道的依着法空真如 然后菩萨人要恶道并行 恶道圆满 然后正念正见如何行啊 当行不生不灭行 因为依着真如心才能有不生不灭行 不善不生 善不灭 安住忠道空性心 如果这辈子所做的善法 然后呢下辈子就没有了发光了 那就叫做有肉的善法 那要依着无肉的有为法 才能够辞到成佛 一切种子都清静 所以必须依着恶空真如 才能有无肉的有为法 那依着人无我来修行的 叫做无肉的有为法 是属于圣人之行 可是呢二圣人都会入涅槃去 然后呢要成佛之道 要依着忠道安住 忠道空性心 才能够依着不生不灭行 恶法不生 善法不灭 全部把如来葬心 或是我们的心田中 所有的杂染都转成无肉的有为法 一切胡慧俱主 才能够成就佛菩提道 所以菩萨人必须是依着三轮体空 依着忠道空性心 不生不灭的真如本心 所以才能够成就无肉有为法 称为菩萨的妙行 所以金刚经才说妙行无助 而行六度波罗蜜 接着我们继续看歌词 所以正念正见如何行啊 当行不生不灭行 不善不生善不灭 安住忠道空性心 才可以善法一直直到成佛 恶法就不让他生气 所以不生不灭 其实是安住忠道的空性心 恶法善法从哪里来啊 恶法善法都是从我们身体而来 我们去身体去执行善恶啊 所以我们的身心去执行善法恶法 所以恶法善法以身为本 如果上辈子造作的是善法多 那你就造佛生在三善道 如果恶法太多了就在三恶道 所以这种的善法 这种恶法以身为本 可是这样子都会轮回在三界里面 所以要安住忠道空性心 善法不灭 恶法不生 才能够直到成佛 可是善法恶法 我们这个是从哪里来啊 从身为本 然后身是从哪里来啊 身是从过去的欲贪或业 就是或业苦 我们六根对六层 然后呢 对境界贪起贪爱 喜欢的就多贪 顺境起贪 逆境就起撐 所以呢就跟烦恼心手法相应 烦恼心手法我们常说的左手五片形 右手五别镜 这是属于中性的 然后胸部善食衣 还有一肚子的坏水 有六个根本烦恼 母子代表六根本烦恼 那食子是八个大水烦恼 中子中水烦恼有两个 然后呢 吴明子是小水食烦恼 然后尾子是四个不定法 那成佛啦 这些烦恼都不要了 连四个不定法也没有 成佛也没有不定法 所以一肚子的坏水 这些三十个烦恼障都灭除了 只剩下左手五片形 右手五别镜 胸部善食衣 而且一切都是依着 二空真如圆满 无肉有违法圆满 这样才能够成佛 所以身从欲滩 获业因就是我们的获业苦 要把获业苦一切烦恼灭除 所以众生的欲滩 俗为本啊 众生欲滩是从哪里来 从虚妄分别颠倒性 由六根对六臣 然后呢 生起了前五事与义事 对这个境界 生起了欲滩 起了颠倒情 所以从一念无名 生三性 境界为远 掌六初来说 一念无名 就是无名夜市 能见相 还有境界相 那在进一步生起了六初相啊 志相了别生爱称 连续相续苦乐情 苦乐之后就生起了执着 执着之后 依着世运分别安利明 就依着有明治相啊 那明治相之后 就有起夜相 夜系苦相 所以呢 所以修行人至少不生起的 起夜相 夜系苦相 那就在颠倒霍夜情 那从菩萨无法三自性来说呢 就是要相敏绝想 正至如辱 那凡夫呢 再看到这个相 这个明 或者叫做明相 分别虚妄颠倒 菩萨无法三自性 依着相敏绝想正至如辱 那凡夫无法呢 会看到这个相敏就生起了分别 而且这个分别是虚妄的分别 而称起颠倒妄想 所以相敏分别虚妄颠倒 所以在这个一再依他起性上 远离了遍迹之性 就生圆成实性 菩萨了知这世间的万法都是 是众缘合合 缘起性空 是假明失色的 世间是缘起性空 是假明失色 是众缘合合而有的 可是这个有是假有 可是二圣人以为这个是真实 所以要灭除了我运生 所以烦恼以断 烦恨以利 所作皆伴 不照或有而入涅槃 只剩下真如心 就是无助心独存 称为入涅槃 可是呢凡夫人 又以为这个世间是真实有 认假为真 然后呢去追求这世间的名利前世 然后就轮回在顛党 那菩萨忍不住其中 可是呢又要安住在真如心里面 了知这世间的一切是修行的道场 借着这个道场而成就佛菩提 所以依着相名觉想政治如辱 所以菩萨不入涅槃 可是依着五蕴身 赤地成长 也断除了烦恼障 一念无名的 四柱地无名 更要依着真如心 而断除自己的所之障 沉沙或无名 而赤地成党 直到成佛的二十一心圆满 左手无片行 右手无别境 胸部善是依 所以在赤地在依他起性上 远离的便际直性 就是圆成实性 依着恶空真如赤地成长 所以我们看歌词 恶法善法身为本 身从欲贪或月因 众生的欲贪属为本啊 虚妄分别颠倒情 所以依着如来藏自性清净心 却寒常染污的种子 然后变出了我们这个五印身 就有一切最圣故的八个心王法 还有与此相应的五十一个心所法 还有共同显现的二手现影的十一个色法 还有五根五成还有一个法成 然后呢众生都是如此的 种子取现行现行薰种子 然后呢在六成上取虚妄分别 从显色形色表色无表色 然后呢造作了善恶业之后 这种业种就是五表色又存回如来藏中 然后如此生生世世轮回颠倒 所以必须依着正知正见行 依着恶空真如才能够远离颠倒 所以依着菩萨的明相觉想正知如辱 身为正知正见行 所以恶法善法身为本身从欲贪或叶因 众生欲贪属为本虚妄分别颠倒情 所以就会跟一肚子的坏水六个根本烦恼相应 然后呢依着比较再跟小水十烦恼相应 所以五十一个新所法总纲背诵里面说 大水小交通三界它是无风至起的 那小水烦恼是比较而有 是依着意识心比较而有 所以这些都是虚妄分别的颠倒情 所以是我们的种子体现行现行熏种子 这一切种子最后都回到哪里去啊? 虚妄颠倒俗为本 无助为本本利而道生 一切都回到我们的无助心的心田 八世的心田 或是人人本有的如来葬心 所以虚妄颠倒俗为本 无助为本本利而道生 而这个无助心它又是个空性心 它本来就人无我法无我 依着这个无助心而施舍有 人无我法无我 所以一切最胜故 与此相应故 二手现隐故 三位差别故 所以一切最胜故个八个心王法 与此相应有五十一个心所法 然后呢 第八世相应只有左手五变形 然后一根相应有十八个心所法 八大变形别净慧 贪吃我见慢相随 然后义士相应五十一个心所法 变形别净善十一 中二大八贪参吃 慢于二见义士家 笑谁不定是 然后呢 二手现隐有十一个色法 五根五成还有一个法成 然后共同变出三位差别故 有二十四个不相应刑罚 然后呢 依着这四法 一切最胜故与此相应 二手现隐三位差别 四所显示故 而共同显示出六个无为法 那身空真如有三个 折灭无为 受想灭无为 不动无为 那法空真如有三个 虚空无为 真如无为 非折灭无为 那依着这二空真如 而次第成长 菩萨人以法空真如 解脱道以身空真如 那菩萨道依着恶空真如 人无我法无我 而灭除了一念无明 以守之障所有的烦恼 然后彻底成长 所以虚妄颠倒 俗为本 无助为本 本立而道生 所以无助为本 而立一切法 如来藏 依着自信清净心 且寒常染无的种子 而变出一切万法 那一切万法 百法明门论说 一切法无我 人无我 法无我 所以我们众生 我们菩萨应无所助而生其心 悟前以身空真如 就是人空真如 然后断除了我见 而次第学习六度波罗蜜 称为圣人之行 也是无漏有为法 那悟后以二空真如 三轮体空成就菩萨的妙行 所以应无所助而生其心 所以虚妄颠倒 俗为本 一切都以无助为本 本立而道生 无助无本立一切法 应无所助而生其心 如此才能够次第断除 无烦恼障而成就佛菩提道 谢谢 阿弥陀佛